大家好 大家晚安 后面习惯我整个夜景都算了 放川普出来拿彩 胜利球迷做 下午的时候我都估计他领先的势 因为我们历史里面试过上一次 赢了才说 他已经4点多钟香港时间 就已经出来宣布胜算 他未曾那么稳定的得票 还差几票 这个不重要 因为有几个因素 令到我比较肯定 所以也做了这条片 不需要等到 历史是不会简单重复 就是这个意思 他已经表面上横数七大洲 我们未能够说他赢的 因为在法律上 是要等委员会 可能一个月后才正式宣布 我们通常看两件事 第一 两个候选人出来 他现在已经自称胜利 何錦麗未曾承认失败 因为还未开清 但是如果你的势 比如已经开票 拉得距离远 其实大家都猜到 另一个就是媒体会宣布 谁是胜利 就开始说特朗普胜利 就是当他赢了 如果这么说 我也觉得合理 包括本来很支持他 那些霍士 都如删他输 那些媒体 主要是他们的准确度都高 因为他们掌握很多 或者很多人做研究 比起我们 所以如果他们都说 我们可以相信 另外你看整个世 是吧 意料之外 今天橫掃 由头呆到尾 没有什么因素 就是说出现上次那些 除非真的很大规模造假 我一直都否定有这个大规模造假的事件 现在其实要客观点说的 因为你为什么呢 因为上次他 他太早公布了自己的政理 跟着原来不是的 你很难解释 唯有只用造假 那些支持者也不接受这些失败的现实 于是在一起 自我催眠 一定是出述了 这样 这样 无需再说的了 我认为今次和上一次 小毛病一定有 大出述是没有的 两次都 今次是正路的 正路很多的 我今早都说过了 其中一样就是 早阵有民调 即是他的expo 那些邮寄投票 那些邮寄投票 有人去问 諸如此类做这些 都显示到 特朗普是 一样的 即是都是保警的 所以很多事情 就是没有 唯一就是 为什么我这样 那些媒体还撑着他 那 不是很现实 但是今天就一定很现实 他们很清楚 包括 《纽约时报》 包括《博士》 这些 他那些 亲自由党的 亲民主党的 都接受现实的 那特朗普回来 就 希望 不稍后 等我出完片 再反过 我都想不等八点了 做完片 录完 煮食 就上去 就算了 早点公布 这个 《胜利球迷》的高 不是很多人评论 那也对的 没有人比较快 就是没有意思的 是吧 我们反而是 如果你做评论 现在是要有些深度去想 就是发生什么事呢 諸如此类 就是我们怎么看这个 特朗普 赢了的事实呢 就是如果我们 如果怕就不敢说他赢了 那我都没有很害怕 都可能错了 是吧 可能错的 但是正如我刚才说的几个因素 还有一个大因素 大家要知道 已经很明显 国会选举就定了 就是 完全执政 他变成是压倒性胜利 是吧 七大摇摆州 表面他已经赢了 如果 一定是抛回三两个小的 如果不包括奔州 就不用想的 那么应该做 难度越来越 就是时间越来越 难度越高 不会的了 是吧 也都不到他 在等他 就是 在等他 情绪好些 就是何大审 出来 那么 我们要欣赏他这些 但是特朗普不是的 就是公和对手那些 我想他也要做这件事的 何大审会做的 特朗普就说 就是 就是 过分性格外怒的人 但是又催他不长 美国人就选了他 最重要是这样 就是你说知识分子不喜欢他 是不是 几十个学者联署 路贝德奖又联署 说不要选他 但是人民一人一票 那你不是教授 你不是两票三票 结果 是不是 就是你说 美国的民主制度不好 那很多人 大陆那些学者 大陆那些 亲大陆那些 哇 这么凌亂的 你不要管啊 美国人接受 美国人是强大 美国是强大 好了 这个大约是这样 其实也没有很多东西 说 因为我们不是很关心 就是我 最少我不是 特朗普我又没有亲没有戚 我又不是美国人 我和他 当然他作为世界领袖 我都关注美国 是这样的意思 那他 一来 我要看他对台湾 怎样 他多东西说 香港根本没有东西说过 有条 有条 好像podcast的 网媒访问他 他说过 他说会 get 黎智英 out 没有 我们不要当他 现在开始 其实大家就不要在那里 做 勝利球迷 或者做啦啦队 没有意思 如果可以发挥 影响力的 就开始 美国那些朋友们 游说的人 我想他们会的 就是说 叫特朗普 就是要把特朗普 香港问题 摆上他的议程 都不容易的 这件事 可能他完全遗忘 那就提一下他啦 就是 那你 做些事情要的 是吧 买了广告 可以吗 就是回到19年那些 就是 召唤回记忆 不是 你去游说回 我们很成功的 一直以来 拜登这个政府 就不理睬我们 就是香港的民主派 不理睬黎智英 不理睬我们那些 要求制裁的声音 不理睬 背后就丢丢丢丢 丢了你出街 是 同老共 他事实上有求于老共 很多事 我们不要看得美国 那麽强大 那特朗普会不会 都会的 所以我们不可以太乐观的 但是需要自己努力 那麽我都骗 就是 以往做开的那些 我不知道他怎样做的 和我没关系 但是做开的那些 就是做 是不是 袁巴那些就積極一些 是吧 可能特朗普說 支持你的議會 香港議會 我們我們熱鬧一些 熱鬧一些 不犯法 我們喜歡熱鬧行不行 熱鬧 贊成熱鬧犯法的嗎 就是如此 但是我們立竿見影的 你看到 比如外交部 無寧那些很標準的說話 還有 還沒說 除了美國參議院奪回 不過參議院是民主黨的 加如他有副總統 現在已經是一席了 加上副總統 他變成共和黨是拿著 共和黨最終議院的選舉似乎維持 維持他是多數來的 所以變成了 政府 院府 兩個議會和政府都統一了 而特別是國會 從來香港立場是 CCC的報告 從來都什麼的 很清楚的 反而你問我 我始終是拜登的契弟 我留了一輩子 就是那些 視而不見 因為從當年 黎智英全都在特朗普 還做了一些事情 看起來吧 不要迴避這些事情 我們要面對歷史 要吸取教訓 這次是吸取了的了 大家都不會太高興去捧特朗普 我也不是捧他 如果他不幫忙的話 我幹嘛捧他 尿他有份 我們現在就開始要逼他 大家是有這個意識 不要做勝利球迷 或者不要做啦啦隊 因為人家都未必理會你 你做啦啦隊意義不大 反而當日你支持 黎智英才這麼拼命 現在怎麼辦啦 對吧 好了 我們就看看特朗普 會影響什麼 我覺得立端見影的 19號判47人 看又怎樣 我也不要說我善意 我客觀的 你稍微刺激他 閒話一句 制裁他了 那你就大混亂了 很煩的 我也不希望有這樣的事情 但是特朗普 你說他 傻了一回事 瘋了一回事 但是他爽的 瘋得來又爽的 他很輕易的 拍下頭 拍下腦 好了 就這樣啦 我記得以前 他在任的時候 7月以後他還是拿票的 不是 那時候他拿票的 2020年 他是很快通過了《香港自治法》 民權人權法之外 一天通過了 是他立刻簽的 總之就是根據這些 制裁了幾十人 在他的任內 就是他任內 拜登真的沒有做過 我們經常瘋瘋地等 黃沟沟地等 他原來始終 所以我覺得這個白 都是有欠香港人的 但是沒得說 誰叫你當日 香港民主派香港的法輪功 全部都在全世界的法輪裡面 如果他不高興 他就不太著緊 我想特朗普怎樣都著緊一點 我還要看他有沒有蓬佩奧 余茂春 有沒有機會回去那些親 因為特別是蓬佩奧 蓬佩奧也不太對 未必回到他的政府 但是他那些 如果你連皮特羅拉圖 還有班農那些都好像是放回來了 會加入他做顧問 他中共的態度就是 我們知道之前他其實很… 在賀錦麥說的 即是說他一回到白宮 他桌上就拿一張紙出來 誰得罪我就準備報仇 說他是希特拉一樣 說他是獨裁者準備 這個當然是政治宣傳而已 選舉意見 賀錦麗那邊 我不當他是 但是我當他會的時候 假設多少都會的 他都囚了 囚了 囚了過 一下子就立刻 朱西伯格 他就立刻不敢Facebook要中臨 其實他是受了一些氣的 我相信他一定的 當然 我就說這些不關我們事 美國人的事 但是同時你都可以… 我會判斷他其實不是真的可以做到很多事情 即是說報復 另一邊 你惡了什麼民主國家 民主黨的勢力 很多事情都是不料了之 民主黨是有搞他 他也難免會搞民主黨 但是又不是他說了事 你看他第一任期 其實頭兩年他都不是很決定 他決定這些人不幫他執行 你知道美國的deep state 他差不多是後期 就開始有個勢出來了 都是後二年 但是後二年跟著就撞到COVID-19 那他的貿易政策是怎麼樣呢 這樣 那就全部都不理他了 習近平 跟COVID-19整亂了有關的 但是如果他要報復美國之內 他不可以出到這口氣 或者要有所避忌 但是你說對外去報復呢 恐怕就拍攝有掌 所以我就想到這件事 如果他回頭要偏視強勢 那你是不是想美國內戰呢 我想他不想 美國裏面那些 比如那些移民那些 他也是拿了共識 那些他就會強壓了 但是很多事情其實不是做得什麼 那很明顯 就算是貿易那方面 那現在拜登弄下的那些 拜登的特色跟他不同 拜登就怕這個 這個 怕這個高通漲 事實上是令到他敗選 就是何錦麗敗選 貴了一倍這些東西 難以想像 吃過麥當勞都幾夠水 這樣就搞到 輸了 這個美國人直接犯 但是他是不是可以 在經濟上很快就 搞定中共呢 搞不到的 那他要是就要加關稅 要中共買他的東西 那中共怎麼跟他丟呢 我想都不願意 但是比如拜登做的那些 放不放給老共呢 老共可能跟你丟 你放一些高科技的產品來中國 那我就買多一些你的東西 那些農產品之類 那這樣來跟他丟 會不會呢 這樣 我想他還不容易做 那還有你再加關稅 邀約老共 老共我真的不可以不理你 因為你高通漲的情況 已經高息了 高通漲 你再不要我的淘寶 那你更加麻煩 其實是阿蘭加阿瑞 好了 但是老共很想要的是什麼呢 很想要就是他的高科技 就是那些晶片 高科技那些 這些是有戰略的眼光的 長遠來說一定是這些東西 那如果這些東西給我 我就多買這些東西 農產品 但是特朗普可不可以放鬆呢 這方面 放鬆又被拜登等 不會的了 基本上 那他有什麼可以跟老共丟呢 其實沒有的 你想想是不是 他沒有什麼可以 現在要求就多 但是他會 怎樣對付老共呢 將會很容易斷出難 當你解決不了問題 又是向外轉而視線的了 所以他呢 制裁 就是說在對老共的態度上 越來越強硬呢 就是必然的 可以預計的 是不是 就是說 你一天買我的東西 不是我關根稅 那些這樣的做法 老共未必 老共想要就是 我要一些高科技 我幫你買東西都可以 但是他又很難 變成他其實沒有辦法 那你一定是衝突的了 還有就是 如果我說說 上次他走了那幾年 他想 現在有兩樣東西 他推下去兩樣東西 就是心中有數 有一樣是真的 有一樣是假的 假的就是 別人做假 投票 那些東西他都不會提的 我相信他不會提 提他做什麼 或者沒有得追究 也沒有得追究 州的事情 說來說去 各州自己去查飽的 但是 當日 經濟不好 或者民生不好 跟COVID-19是很有關係 而他一直 當時 還記得他猛罵這些 是中國 中國疫情 武漢疫情 武漢疫情 其實武漢疫情 也不是他直接是中國疫情 其實他已經是這樣 這個這樣的態度 現在他會不會再追究這些東西 用這些東西來捏老共 你不想我追究 你就買東西 我想他有這樣的想法 因為 就是要拿彩 一來要拿彩 二來要逼老共 經濟合作 但是老共 不容易的 自己經濟都不好 還要扔錢買這些 我可以買得更便宜的東西 可以去第三世界 跟俄羅斯買不行 買糧食買豆 買能源那些 不一定要跟你買的 所以 但是你是否可以 剪斷它的便宜的貨 你的經濟更加 那老共不是沒有把握的 這些 他們計算了一條數 其實都頂硬 在過去幾年 上次他 他就想 他講 又要台積電去開廠 又要什麼 要中共去那裡投資 人家結果都不容易解決 經濟問題 如果他不能夠快快去解決 這個經濟問題 那他就唯有跟老共開片 就是把責任推給老共 那麼 這個問題呢 就相當 相當現實是會發生的 會不會因為要找老共的麻煩 然後呢 拿回香港議題出來 拿回台灣議題出來 拿回西藏 新疆議題出來 是很自然會發生的 這些呢 都說了 我不是覺得他 他會令到老共滅亡這麼高興 是袁巴也很高興 就是我不覺得他會 但是他會多了很多花樣去搞老共 一為自己的現政權 表現來計 而也都要為當日出口氣 那他當然沒有用 那頂著氣的 走了出去幾年 還差點被人追殺 那他當然你說這樣 應該第一報復是民主黨的 拜登 但是 你知道 關門也是一家人的 很難說 就是人家也是很有勢力的 民主黨 就是他在裡面搞不出什麼 那唯有把矛頭轉向 就是順便又可以報復 所以我想到 就是特朗普一回來 老共是挺麻煩的 就是他會 他會受到特朗普很大的挑釁和壓力 那當然了 最好我都善意提一提 你都抓了那些人幾年 那這些人又怎樣呢 黎智英的這個案子是不是繼續呢 支聯會是不是繼續呢 沒有的了 拜登你就知道他什麼風格 什麼東西都炸頭炸頭 不知道不理就算了 到特朗普新聞一報 是不是 可能啊 就是美國的媒體 是不是一報 說你軟弱啊 對老共 不顧香港人權啊 就是 是這樣的了 那他會被迫著強硬很多的 是會的 這樣呢 我們 我們其實不是想看電影的 你問我 我想早點了結 是不是 你不錯我也錯了 老共錯而已 錯控判斷 抓了那些人做人質 幾年又 有沒有換到一些東西 換到什麼 拜登不理你 你用他來換給特朗普 行不行呢 你來訪問我就放人 他肯去的實貨 但是特朗普未必 你放了人才說 分分鐘是 以特朗普的性格 讓你依頼到我 做慣用的 你不要著手 是不是 就是去得 就有很多東西給你的 那 你 這些是前菜來的 你給一些 善意 讓特朗普有面 是不是 這樣就是的 你好像拍下他 那他一上場 我都說 就是 提醒那些大搞法那些 不要那麼硬 不要那麼得意 是不是 還沒見制裁 我以為老共真是照著你 還 握槍那些 還有 戴假髮和握槍那些 特朗普來到 你們一定有事 你問我 我覺得一定有事 什麼事呢 什麼事當然是發生 先評論 是不是 還有 你是不是還用那個 李家超這樣 你還想和美國改善關係 特朗普制裁他的 現在怎麼樣 特朗普回來 你叫特朗普見他 他肯不肯不肯 你叫特朗普那些 貿易代表 和他交易 所以 有很多事情 你自己做 老共 這個人 有一個很厲害 不是 但是懂得搞麻煩的 你看 絕對 我們都同意 他是一個 非常之 對老共來說 絕對是一個很麻煩的人 是吧 好了 那 先說到這裏 明晚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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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